哈囉大家好我是Guy 夏天交來了又是一個大火海灘炫富的季節啦 想要瘦身想要練出迷人的腹肌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把腹肌的訓練動作融入到全身的間歇游泳裡面 在你瘦身兼職的同時呢同步斷練腹肌 今天會帶給大家16分鐘針對腹肌以及提升心肺 提升全身肌力的訓練動作 後面還會有伸展收操CP值非常高 大家一定要跟著做到最後 這次的訓練安排融入了動態暖身 所以動作會循序漸進有緩趨強 大家在家運動的時候是不是常常暖身做的不夠充足 或是應付了一下就即在開始運動了呢 暖身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讓我們身體快速的進入狀態 還能大大的降低運動受傷的風險 我會使用Sports Ready 極速啟動凝膠 它插起來滑順清爽還可以幫助縮短暖身時間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吧 第一組動作先用30秒開合跳來做動態熱身 不需要太激烈搭配呼吸輕鬆活動一下全身即可 5 4 3 2 1 接著我們做30秒的高抬膝 吐氣吐氣的同時呢盡量把膝蓋抬高 動作不用太快感受每一下都把腹部繃緊 5 4 3 2 1 第二組動作30秒的宮部轉體 踩出宮部的同時身體往對側旋轉 同樣動作不用做太快 好好活動一下全身 5 4 3 2 1 接著我們做30秒的輔撐抬膝 這個動作像是慢版的登山跑 不用做快 每一下都把膝蓋靠近胸口 用心感受腹部的緊繃感 5 4 3 2 1 第三組動作30秒下肢轉體跳 上半身保持穩定 踮腳跳起的同時呢扭轉我們的下半身 5 4 3 2 1 接著我們重複做一次30秒的高抬膝 5 4 3 2 1 第四組動作30秒分腿蹲接深蹲 左右腳輪流交替蹲跳後 借一下徒手深蹲 跟不上的朋友呢可以先從蹲站開始 5 4 3 2 1 5 4 3 2 1 接著我們再做一次30秒輔撐抬膝 1 5 4 3 2 2 3 2 2 1 30秒 寬腿深蹲後 接單腳後勾 將雙腳打開 腳尖朝外蹲站 站起來的同時呢 輪流將腳向後勾起 5 4 3 2 1 接著30秒 高抬息 5 4 3 2 1 第六組動作 30秒 原地高抬息跑步 小跑步的同時呢 盡量抬高膝蓋 這是一個對於心肺要求較高的動作 能夠跟著做完呢 說明你的身體素質 已經超過一般人了 5 4 3 2 1 接著我們再做一次 30秒 俯稱抬息 5 4 3 2 1 第七組動作 30秒 原地小跑步衝刺 全程前腳掌觸地即可 搭配呼吸保持動作穩定 5 4 3 2 1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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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2 5 6 6 7 7 7 8 7 8 8 9 9 9 10 9 9 10 10 10! 膝蓋微弯 左右来回跳动 想象自己在雪地里快乐的滑雪 5 4 3 2 1 接着我们做30秒点撑台湿 5 4 3 2 1 恭喜大家已经完成一半的进度 你们真的很棒 这边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 原地踏步调整呼吸 如果你对自己的体能很有自信 觉得前面8分钟不会累 你也可以在这1分钟内做空气跳伸 动作不限 单脚跳二回旋蹲跳都可以 这次合作的是来自欧洲的运动保养品牌 Sportsmoney 刚刚暖身前擦的极速起动凝胶 气味舒服 質地就像湿度适中的身体乳液 涂抹在身上能让身体更快进入状态 也让运动过程体感温热舒服 如果你是经常久坐的上班族 平常运动的时间不多 那么相信暖身效率提升会更有感哦 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始后半部的训练 5 4 3 2 1 第9组动作 30秒单脚喬式 我们弯曲膝盖平躺在地上 双手放置身体两侧 手掌朝下将单脚伸直 另一只脚发力将自己抬起 3 3 3 2 1 接着我们换脚再做30秒 除了可以锻炼其中的臀部肌群外 也可以同时刺激腹部以及大腿肌群 下放时吸气 吐气时发力将臀部推起 感受臀腿后侧的肌肉张力 5 4 3 2 1 第10组动作 30秒高抬息 吐气的同时呢 尽量把膝盖抬高 动作不用太快 感受每一下都把腹部绷紧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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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2 1 第11組動作30秒棒式轉體 首先我們掌撐伏地 雙腳寬於肩 單手向外向後畫半圓 頭部跟著手的方向些微旋轉 左手右手各一次重複訓練 5 4 3 2 1 接著30秒高抬膝 5 4 3 3 2 1 第12組動作30秒伏地挺身 雙手撐地 臀部維持高度 吸保器下放 吐氣時發力將自己推起 強化上肢激勵於穩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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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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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第十三組動作 30秒仰臥直腿單手摸膝 我們仰臥是地面 雙手打開呈現大字型 抬起單腳的同時呢 對側手觸碰對側腳的膝蓋上方 雙腳輪流交替 鍛鍊腹部肌群 5 4 3 2 1 接著騎乘坐30秒高抬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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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組動作 30秒登山跑 做一個伏地棒式撐體 穩定好頭 背 臀 將雙腳輪流交替 向前小跑步 再一次加強我們的腹肌 以及核心肌群斷臉 訓練時 讓膝蓋盡量向前延伸 達到良好的訓練效果 5 4 3 2 1 接著30秒俯撐抬膝 把動作放慢 再次加強核心腹肌的鍛鍊 5 4 3 2 1 5 4 第十五組動作 30秒體重 踮起腳尖的同時呢 雙臂向上伸展 訓練我們的小腿肌群 以及豬懷穩定度 5 5 4 3 2 1 接著再來是30秒高抬膝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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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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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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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行兩分鐘的伸展收操 那訓練後的收操呢 可以幫助我們緊繃的肌肉得到放鬆 也可以回復我們肌肉的彈性 也讓我們的心血管 器官 以及肌肉的亢奮狀態平復下來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雙腳寬於肩 雙手向上慢慢的畫半圓 搭配呼吸伸展後側 5次之後換邊再做5次 接著我們單腳向前一小步 腳尖朝上 雙手由下至上畫半圓 伸展腿後側 5次之後換邊再做5次 5次之後換邊再做5次 接著我們彎腰抱住自己的臀腿後側 一次次重複將腿部打直 伸展我們的下背以及臀腿後側 最後我們跪姿 雙手撐地 吸氣的時候下沉 吐氣的時候蓬背 想像肚臍去找你的背部 吸氣下沉 吐氣時慢慢用力將氣吐光 重複數次 5 4 3 2 1 恭喜你跟到最後了 現在一定覺得渾身舒爽吧 那這次的訓練安排呢 我加入了暖身以及收操動作 暖身是為了提升肌肉溫度與延展性 讓身體準備應對接下來的運動 降低運動傷害的可能 訓練暖身前我會使用 極速啟動凝膠 插拭在我將要訓練的肌群 及關節處 幫助維持體溫 讓身體狀態更好 暖身更有效率 在運動剛結束之後呢 血液循環較快 肌肉也處於緊繃狀態 此時進行收操 伸展動作能讓心率慢下來 也舒緩肌肉的緊繃 進而降低隔天肌肉痠痛程度 比較不會鐵手鐵腿 收操結束我會擦拭 極速復活凝膠配合伸展按摩 使肌肉降溫鎮靜 舒緩緊繃讓肌肉更快進入休息狀態 它用起來呢 不會像四瘦的舒緩藥膏那樣的有藥味 而且太過冰涼刺激 反而很像香香的身體乳液 會持續帶給我溫和的涼感 很舒服 如果是重訓呢 隔天還可以使用舒緩放鬆凝膠 幫助舒緩肌肉的緊繃以及疲勞感 這次的合作品牌 Sports Ready 除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款凝膠外 他們家還有其他更多運動產品 滿足運動前後全方位需求 即日起到6月19全關九折中 還有限定組合更優惠 結帳還能疊加輸入折扣碼 SPOR800G 省更多 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 切記想要讓腹部的線條腹肌變得更明顯 除了日常的腹肌增肌訓練外 透過全身性的運動 並且在一定的時間內維持高心率 增加代謝降低體脂肪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所設計的動作比較單純簡單 也有很多重複的動作 讓大家可以很好很快的上手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建議大家一週能訓練2到3次以上 效果會比較好 提升運動表現 增強你身體的心肺耐力協調靈活 敏捷彈性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金人蓋一 我們夏天見